回到你了 很多網友投訴 遲到 如果大家看過 設定有些不同 由上星期開始 已經陸續搬東西 器材方面 桌子也要搬 現在正在搬 但目前來說 至少這個星期我們還在雷丁 由下星期開始 最快由下星期開始 我們就會在倫敦 但是 目前的進度 未定 大概是這段時間期間 所以就會有些麻煩 那些搬屋 我們已經搬過一大輪 但搬過一大輪之後 我們也有臨時在錄音 臨時的時間 那些桌子凹凹凹 那些線 尤其是那些線 阿龍你也知道 我們的線是多麼嚴重的 整個桌子都是線 然後又要試過 所以曹太之前跟我說 正式我們搬去倫敦之前 我們先找一個中轉的地方 先租住 短期租約 我跟他說 千萬不要搞 我不會搞兩次的 搬一次就要到位 所以 現在就是搬屋時刻 現在就是 其實網友 我都覺得 剛才這個理由 有點文不對題 網友要我們 要準時 寧願報個保守的時間 因為我們每次都報得很進取 很進取 現在差不多接近3時半 這些廢話就不說了 那先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昨天 我們去了倫敦 其實都去了那個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 就是開放心靈講座 我們就是講那個 講網台 講網台那個 就是什麼 功能與使命 其實反應都OK的 那些朋友 出來出席的朋友 其實都很踴躍問問題 其實都證明 很多出席的朋友 都很關心 不止網台 尤其是我們 其實長遠來說 怎麼做下去 你看到阿鍾Sir 阿達哥 阿張楚勇 其實我覺得 這次的講座 對我來說 其實意義都幾 非比尋常 因為 阿張Sir 以前 就是在成大的時候 以前我們就是 一上課的時候 就是跳拖 教書 我們就很交功課 表演 但是這次 他真的很認真地 聽我們講話 其實是 去分享網台 由畢業到現在 其實都超過20年了 當日 還在成大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交功課 表演都很隨便 好行 現在我們真的在講 我們自己的 分享我們的網台經驗 是吧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尤其是幾位前輩 幾位教授 阿達哥 在這裡 很認真地聽我們 在講香港沒有格制的發展 怎樣反映到現在網台界 那個 前景和困局 這樣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其實是 你看到達哥 你看到阿忠Sir 阿全仔也在 阿全仔以外 其他的聽眾 我們就不會拍照 阿龍你有沒有拍照 沒有 因為其實都很敏感 出來都不會給你面 如果你說還要給你拍照 就不要搞 那些網友 甚至是我們關機之後 都要問清楚 認識了沒有 認識了沒有 無論是在拍片的那一部 還是我拿來拍照的那一部 認識了沒有 才願意跟我聊天 是的 是的 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大家聽我們去講 做網台的事情 我們平時講得很多 即我們幾乎 每次我們就是 暗電黃標 去到水深火熱的時候 都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那個 辦台理念 可能真的很多網友都聽過 覺得沒有新鮮感 所以其實人數 又不會說很多 但是出席的朋友都很有心 特別多謝 張楚勇老師 還有達哥 鍾Sir 還有暗女男他們 給我們一個場合 再分享一下 搞網台的經驗 其實他們 除了搞今次的 開放心靈講座之外 其實我也要幫他們推銷一下 其實他們自己本身 還有一系列的 講座 他好像說他第一期 第一系列的講座 還有兩個 大家認不認識葉漢良呢 葉漢良就是 他以前是做流行音樂的編曲 田詞 田詞 是吧 田詞人 下一次就是由他講 這個世界不是借得臨跡的 葉漢良 如果你Google搜尋的話 他有兩樣東西 第一是填詞 第二是紫微斗數 紫微斗數 所以如果你想聽黃大仙以外 問吉凶這些東西 你說前途的東西 可以多一個選擇 之後還有達哥 還有鄭家朗 鄭家朗很開心 因為我看到昨天 他申請的assylum 終於批餘了 還有丁宏良博士 就是講英國政黨政治 和香港選民參與 那就是這些 希望大家 如果有時間的 就去踴躍報名 其實那個氣氛搞得不錯 我覺得是 我見到出席的 例如宗sir 有很多積物問題 張曹老師 還有各位前輩李永達 他們其實都關心的問題 其實都很到處 所有開放心靈 其實大家要有深入交流 你才能開放心靈 當然 其實最好的東西 是不用錢 但不用錢 其實都希望大家 可以盡量去捐一下 因為他們租場都要錢 好了 我們回來講些什麼 今天就沒有什麼發生 沒有什麼重要的新聞 今天在正圈上面是沒有什麼 但是娛樂圈就很有趣 運動圈也很有趣 運動圈就第一次搞 港珠澳大橋的叛馬 很多人把注意力 集中在法哥 你看到法哥 每次都全黑 穆家貝 穆家貝 穆家貝的契仔 穆家俊 穆家俊 穆家俊去了哪裡 穆家俊 你敢不敢攻擊法哥 全身黑色 穆家俊近排 他就被人非禁一件事 動圈他的學生出來 穆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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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就搞誰 穆家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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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試搞法哥 敢不敢搞法哥 人家全身黑色 這些人是 因為法哥不是代表中國香港 法哥是代表他自己跑去跑 嗯 起碼可以 你見到 今天 你見到很多新聞 都說港珠澳大橋 那個 三大缺失 你看 運動界來說 Fish 運動資訊 他們怎樣報道 你見到一標題 已經說三大缺失 01 半黨媒 就用法哥來遮囚 嗯 嗯 還有 這些什麼橙新聞 那些只是黨媒 你一說港珠澳大橋半馬 安排不錯 安排不錯 用周潤發來講 安排不錯 然後就 烏干達球員 運動員 回程的時候 陽光交情 多無謂 陽光刺眼都可以拿來講 整個賽事 其實都算一個 很大型又不算 大概是中型 但是是第一次搞 第一次就是中銀香港搞 以往來講 大賽其實都是用 渣打馬拉松 應該這麼說 最大的香港馬拉松賽事 一定是渣打馬拉松 那渣打就不是只在香港搞 最近也都去台北搞 是不是 澳門是不是又要搞 不太清楚 好像是 但是 但按道理 我們 無論是中銀也好 渣打也好 這些是贊助商 我在講 這兩個大賽 包括正式的名稱 是田總舉辦的香港馬拉松 就跑青馬橋 以及中銀香港的賺助商 都是田總主辦的 一個 港珠澳大橋馬拉松 應該要這麼說 但今時今日 大家就忘記了 一個主辦單位 是田總 大家就是以贊助商 去到辨識 究竟是屬於什麼的賽事 這樣 即是說 你主辦的田總 你不可以說他自己是沒有經驗的 嗯 是吧 你說第一次搞亂第一次搞 那現在你罵你什麼缺失 罵你什麼缺失 罵你缺失呢 有幾樣東西 第一 就是說那個什麼 暴行1.2公里 至起點 這個是瘋狂線 為什麼呢 這兩樣東西是息息相關 第一 就是說暴行1.2公里去起點 你1.2公里 一般人走多久 你還要不是說普通暴行 是排隊這樣走 是排隊這樣走 塞住這樣走 嗯 那那裡走呢 就好像說走半個小時 即是他自己就說 整個 我看明報就是最好的 明報就是 你要起碼呢 就要在這個阿博那裡 阿博館集合 坐專車去人工島 然後再行1.5公里 全程報程是30分鐘 你是不是瘋狂的 你是不是瘋狂的 你30分鐘 你在阿博館那裡 你喝完水 怎麼會不阿尿 絕對有大把時間 會吐到尿出來 是不是 所以好笑呢 就是看到第一次搞的 這個港珠澳 半馬 我看到有些人 不知道哪個報道 好像信報有報 他拍到一些人 蛤尿 好像對著鳳牆蛤尿 對著鳳牆蛤尿 對著鳳牆蛤尿的原因 是快要起跑 都很多人排隊等廁所 等不及便直接對著鳳牆蛤 是呀 我看到這件事很好笑 因為你去到起點之前 只有12個流動廁所 但是到達起點的人 就超過100個 基本上 你這樣走去輪廁所 藍廁都上次不夠用 何況屢廁呢 現在大會就說 安排了多少個廁所 好像說16個 但是明報觀察就說14個 有其他報道就說12個 有些人就說10個 即是有部分廁所 就不是很 就不行的 或者不是很清楚 你看看 即是真的在香港 香港跑得最快的 叫姚潔晶 他怎樣說呢 不是姚潔晶 不是姚潔晶說 有一個挑戰組的盧小姐 就說大會只是提供水 即是香蕉都沒有 即是吃香蕉都沒有 或者能量膠 那些 即是那些叫Gel PowerGel 就不太好 什麼不太好 簡直是不抱 是很不周到 然後又說 至少應該在這個賽後 提供能量飲品 又沒有 廁所又少 八千人才得到十幾個廁所 你是不是瘋了 排三四個字 甚至乎有些 排整個小時 其實有些人就是 差點失去自己開賽的時間 所以整件事是遲到 最後開賽便遲到 遲到十幾二十分鐘 是很誇張的 其實是 這些事情 遲到是很少有的 這些事情是 你算得很清楚 雖然說就說 第一次就搞 但是 喂 你供應什麼 這些事情 很起碼 很基本 能量量 飲品又沒有 如果你說 你可能就是 你跑的那些 水閘又少 聽聞水閘又少 有幾家文 你看到這麼多人跑 八千人 你第一次在這個 港珠澳大橋跑 你搞得這麼瘋狂 這麼隨便 然後 那個什麼 那個主辦單位 田總會怎麼說 田總就說 想想外面怎麼優化 他自己就承認 他自己說 二十個廁所 人家就說 我看到十幾個 原本 預計那些人在阿博 阿博阿尿 是 阿博阿尿 那你還有三十分鐘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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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吐到尿出來 你在阿博不急 然後你走完之後 會急的 傻佬 基本上上網看 看回官方網站 你都看到一大堆的 道歉聲明 寫著 這個 中銀馬歪蟲 就是了 你第一次搞 你搞得很好看 你不可以說他第一次搞 網友大家都說 田總一向都搞開 例如 鎖馬 我意思就是 你第一次 中銀冠名 麻煩你認真一點 港珠澳大橋 新地標 第一次搞 如果你搞得好的話 大家都會當是說好香港故事 這個說法都是有謬誤的 因為你不是第一次在一條大橋那裏搞 因為你還有 每年的鎖馬 是跑青馬大橋的 那你這42公里裏面 你說沿途 跑青馬大橋裏面 那些都叫做荒山野嶺 都叫做廟無人煙的地方 水站 廁所 那些 你是絕對應付到的 絕對是計算到條數 絕對是計算到條數 究竟怎樣安排 才可以令到參加者跑得舒服 有些人踩坑渠 好像說有些是 有些渠位 其實他是沒有標清楚 如果你說你沒有看到的話 就會踩下去 有些人受傷 港隊成員 李小龍都說 以前這些馬歪蟲救護車和水站是必備的 這些就像你所說 8000人的活動 田總玩開渣馬的話 你不就把以前在渣馬的 計算到港珠澳大橋裏面 按道理 對於田總來說是不難計算的 所有物資籌備 怎樣安排 楊世毛 楊世毛就是半馬籌委主席 他就說 港東名的 只是提供水 沒有其他補充飲品 這句就是糟糕 他就說 高水平的跑手 一個小時就搞定了 還要提供能量招 還要提供香招 就不理想了 你說高水平 是不是個個都高水平 就很糟糕 我真是 是吧 如果高水平的話 按道理 你應該只有這個精英組 就是了 就擺明 只是放獎金出來 你就不要收到其他普通人的報名費 但是大會 會考慮跑手需要 下次優化再想 道歉都沒有 是不是 還在說 人家高水平那些 一個小時跑完 那麼多水站做什麼 什麼能量招 高水平跑手 有多少個 你八千人裡面有多少個 傻佬 你是不是瘋了 你第一次搞 楊世毛 你看看這個人有什麼樣子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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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好笑 你不說油詞 好 你一說就辣慶人 真是 報名費 持香港身份證參加者 要付550元 如果非本地參加者 每人就美金85元 或者人仔610元 那些高水平跑手 一個小時跑完 那些有多少 高水平達標跑手 基本上就是 按進去快速連結 這個挑戰組 一個小時跑完 有多少人 我看一下 一次過看完 一個小時跑完 不是 最快的一個小時 零一零一分鐘 一個都沒有 一個小時跑完 沒有 我就算你說 七十分鐘跑完 有多少人 喂 大哥 二十個 左右 二十幾三十個 八千人裡面 二十幾三十個 高水平跑手 七十分鐘 是要七十分鐘的 你現在跟我說 一個小時跑完 若摸一個小時跑完 你的楊西武 你真是瘋了 若摸一個小時 我計你七十分鐘 有多少個 一眼看完 這樣都行 還要這麼囂張 要不需要這麼多水 人家一個小時跑完 你現在水平的賽事 你未夠水平 他自己跑就可以 如果是這樣 他不可以預期有八千人 就是 好了 真的跟你說法哥 法哥來說 他算厲害 其實法哥 他這次的賽事 我先看看 我剛剛看到 他大概在這個位置 他第一次跑半馬 都算合格 都可以的 周潤發 我找到了 還有七七五七周潤發 他現在的時間 就是二 兩個小時 二十七分 五十六 他大概什麼年紀 他大概好像六十多 現在他總共的位置 如果你說八千人 裏面 四千七八十三 其實都是 周潤發 今年六十八歲 六十八歲 中下少少 第一次 不過不失 但是他自己也說了 初半馬 是不是 而他之前跑開的 都是十K 第一次跑半馬 年初的時候 二月 那時候 駕駛的十K 他就說 那個年紀更小 年紀大些 年紀大些 我才跑半馬 全馬 那些 他說這些 所謂安排不錯 這些只是客氣說話 是吧 他又沒有什麼 怎麼說話 反而 隔壁這個 不知道是保鏢 還是那些 PT 那些 教練 應該是教練那些 那一類 全程放著他 他穿了什麼衣服 我就不提 免得幫人買廣告 但是別人 想安安靜靜 他跑 要搞人 要拍照 去遮醜 大會辦得不好 找周潤發來遮醜 其他事情呢 其他事情是如何 你見到 其實 那是中銀 掛名中銀 的賽事 原來 是要實名制的 你知道嗎 嗯 是啊 沒得好像阿羅馬車 那樣 我就 拿個Friend 那個名牌 然後就跑 不OK 不行的 不行的 所以 我想他最重要 就是不想被你搞事 嗯 就是不想被你搞事 因為 你知道 你穿到鬼五霸六 就算上海 早前那個萬聖節 你現在 有些人 扮演習近平 不是扮演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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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演圍 又穿個大白 開始被人清算 你知道嗎 還有皇上 就是扮皇上 已經被人清算 已經是 所以 就要實名制 中銀搞就實名制 第一次搞 是不是應該搞得很好看 看 應該的 但是 你現在就是搞得一堆屎 甚至 你Fisk那邊都有說 除了是說 物資的問題 亦都發現是 港珠澳的建築問題 連條縫很大 有條縫的 中間是 然後 最快的女跑手 姚潔晶 就說 水站數量已經異常地少 大概有多少度 如果跑開的話 起碼有4個 5K1個 我覺得就差不多 但是如果我跑溫沙那次 應該有7個 3K1個 5K1個 起碼有8個 不是4個 全馬的話 42 現在是半馬 半馬的話 半馬就4個 如果你說 我跑溫沙那次是最多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以往 跟倫敦比一下 倫敦 其實也沒得比 那次是我15,000人 那次是 那次是 那次叫Big Half 是東倫敦那邊跑的 你看到有些車 一開始就是 通常 你那些半馬 其實都是一個loop 一個circle 由終點跑到起點 都是同一個點 但是如果不同的話 他還會有些專車 將你的袋 就載到終點 然後給你拿 有數碼 安排是很周到的 你看到他們 他們沒有分 什麼挑戰組 什麼一組二組 沒有分這些 他們只不過是 跟隨你時間 你預計 你跑多少時間 你跑了兩個半 你跑兩個半 一個一個半小時 然後 他就會估計 他就會安排你 你跑得慢 那些 全部排在後面 之後才出發 但是反過來 香港的駕駛 那個玩法 就是這樣的 我跑了十公里 我還有十公里 最後的那批出發 那當年 那個玩法 最後應該是最慢 不是這樣的 他是 什麼人都放上去 不是 這個不算是 不理你那麼多 你明白 最早出發 那幫人說 凌晨三點鐘出發 我就是 六點鐘出發 我就是六點鐘出發 那些人來的 因為他要一批一批 這樣清走 那些人 我後面 就應該有一部車 隨時趕人走 或者推人上車 流動廁所 我告訴你 流動廁所 這一排 已經多過你現在 你中銀的廣珠澳 一排 然後 其實這裏是一條路 另外還有一些 廁所是很多 起碼你看到 沒有人排長龍 多到 就不用你排長龍 最早跑的 就會比較疏 最早跑 就應該排到最前 你排得慢一點 那些 其實是排在後面 你看到 這個 這個 我們就是慢慢 這個橋 中間那個位 其實我們就是 現在去到 起點那個位 右邊 就是在跑 左邊 你現在就不停 推上去 因為一萬五個 你又根據他們的速度 有序地排在前面 蓋倫就說 香港已經淪為第三世界 我跟你說 不是 你不斷地說 倫敦馬歪蟲 安排幾好的時候 我告訴你 因為 我也叫做 在香港跑過的賽事 香港的賽事 永遠的目標 就是 要十點鐘之前清場 是 之前最重要 就是 你報了名 交了錢 拿了套餐的那些人 就麻煩你 你來到 跑了 他就跑 跑不到 有得給你跑 你就搞衝 這些 就是 很不人性化 也不科學化 也不科學化 但是十年前到現在的安排 都是一模一樣 就是網膠 所以 在香港入面 喜歡跑步的人 已經不太喜歡 拿馬或者田總自己玩 例如 香港街馬 又或者 例如 Nike 飄馬 自己搞的 例如 天水圍十公里 大埔十公里 那些 反而是人性化一點 反而是 多了一些人 走去玩 這個 你看到 挺大 有的 那你跑步的 女生身材好 這些是常識來的 不一定的 那個 零四大 你跑到大橋的時候 其實這裡 挺好feel 你不會看到 那些人 推了一堆 你會看到 其實是很正常的 那個速度 因為 其實你一起跑的 那些 其實差不多是水平 因為 其實它已經分了 根據你的速度 分了你幾時出發 排多少 A B C D E F 這樣 A 那些 排得最快 B 那些 是第二塊 C 那些第三塊 其實應該這樣疏 但是 香港就是這樣 香港就是 總之 把你一個 你自己選 組別 它就不會因應 你的速度 怎樣排 所以其實 快 和慢 可以同一堆 出發 那你有時 怎樣說 你慢 那些就阻礙快 那些 其實很簡單的 科學原理 為什麼這樣也學不到 沒有 沒有 學不學到 因為 在田種的角度 最重要是收到不淺 因為 基本上 大家都知道 搞這些 活動 就純粹為了賺錢 在田種的角度 就是 水有這麼少 只有這麼少 廁所 不會遇到這麼多 給你的 就像食神 食神 那種邏輯 最重要是 安排一部救護車 和一部趕人的車 只有這麼多 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我一次都沒有在香港跑過 我都想試一下什麼感覺 香港跑的問題 你最多 就只能夠11月 去跑 例如 大家都很清楚 香港地 比較濕 你超過20度跑 已經很金 例如 港珠澳大橋 這些沒有遮 沒有染的地方 昨天說 平均日照時間的溫度 是24度 你24度跑 其實都是很熱很熱的 所以 對跑手來說 你本身 真的需要補水的水站 是要特別多 你在說三公里 那些要安排妥善 但是香港 三公里 可能只是貪貪緊 以前的 我跑十公里 都好 不覺不覺 我都要補四次水 你大概是要2K左右 就要一個水站的原因 是什麼 就是 香港是特別熱 特別潮濕 甚至是現在的 那個 叫做 那個時間 OK 香港也是這樣 英國 大賽也好些 3K 一個水站 有些不同 剛剛誰說 發哥用了兩個多小時 即是低水平 那你真的完全不懂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那個意思 他是回應楊細毛 因為楊細毛 按道理 應該要用高水平的選手做standard 一個小時 就跑了 那 是 楊細毛 如果楊細毛 就不歡迎發哥跑了 沒錯 他覺得發哥 連跑都不應該 浪費我們的水 是吧 這些就是混蛋了 你搞一個馬拉松 搞一個半馬 搞到這麼刻薄 其實沒事的 你是不是講好香港故事 你自己講好 你就自己說好就好 你就自己發白日夢 但是真的好不好 你一望就看完 是吧 九成的人都屁股 有些 你說拿不到他的 沒有東西的 專業跑手 跑了很多次 這些 但是你水站不夠都會罵 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對於專業跑手來說 例如他們挑戰開東京馬拉松 挑戰開波士頓馬拉松 或是耶路撒冷馬拉松 這些叫世界級的馬拉松 這些地方 第一件事就是 他沒有跑橋 因為橋加隧道 這些環境 空氣的質素變化大 真的會令你很不舒服 因為你要適應 你要適應 其實我也是 那次我跑倫敦那次 剛才大家都看到那些隧道 是焦點 難頂點 我以前以為 跑隧道 因為你沒有陽光曬著 很快 就是OK 但原來不是的 不會的 因為 如果我們小時候 搭過熱狗巴士的話 你按 你爸爸媽媽 是會叫你 一到隧道 是會關窗的 因為知道隧道的空氣 還有 你隧道一定有上落 你上來那一刻 你已經上車了 其實 再這樣說下去 就是說 因為倫敦裏面 那些橋 那個上落幅度不大 如果 你有在香港 晚上踩單車 或者跑開步的話 例如你去 踩單車 你踩香港白鳥居 這個清宮 你會發現 即是我們平時 坐巴士不覺 但是踩單車 或者跑步 很覺 其實那些橋 的上落幅度 是幾大 所以其實呢 我懷疑 就是這個 港珠澳大橋 都是這樣的 上上落落 那些暗斜 是很容易 跑傷的 跑手 這一點 你練跑的人 是要注意 但是 大家不是很覺的 反而是很容易 用多了 氣力 消耗大了 這些 填宗不會跟你說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倫敦 10K 不是半馬 即使10K 你是短途賽事 對吧 它都是分速度 它都是看你速度 然後分人流 你看看 你看到這個畫面 Pen H Pen H 其實是 嘩 這個也算快 不是 這個是10K Pen H 已經是比較中後 比較慢一點 你看到 你看看 這裡 Pen G Pen G Pen H 每一個Pen 就代表一個速度 那個水平的跑手 你慢一點 一個小時 5分鐘 法哥水平就是這樣 法哥差不多 這個水平 法哥就是這樣 你看看 這些 是這樣分的 是很有序的 你分了Pen H 我上次就是F出發 李小鴻說 人家高級跑手 又不會問你香港 為何 那麼少水站 那麼少配套 很簡單 你問橙新聞 那些不懂英文的記者 他們哪個 都會真的 去問那些 肯壓跑手 問那些挑戰組跑手 對 所以他只看到 法哥就說法哥 還有法哥 法哥 說了正 那就可以了 用法哥說故事 用法哥說好香港故事 又或者他問 或者那些懂英文的 問了其他人 那些挑戰組的 全部一面倒 不斷在這裏 吵吵吵吵的時候 難道老總 就不讓你寫下去 心照 這些東西 今時今日香港的傳媒 就是 主要的橋的接合位 空框 不少人的腳 閃了進去扭 日本馬 都會鋪薄的白板 日板 薄金屬板 就算不鋪薄也好 你是不是可以貼一些 箭咀鐵紙 去提一下人 例如你貼一個 紅色的箭咀鐵紙 你說叫人 Mind the gap Please 好像搭火車 搭地鐵 Mind the gap 你都起碼 是假的 絕對 絕對不會想 為何要打斷你 要這樣說的原因 就是 因為 大家都很清楚 一件事 田總這些黑薄老闆 他們的想法就是 要賺錢 還有 你講的 駕馬 就要十點之前收檔 這個 廣珠澳大橋 我給你 可能沒那麼多人走 十一二點之前收檔 他要省成本 連那些事情都不想 就叫那些跑手自己執生 香港人最厲害的就是執生 那些想法就是 那就是 還說自己是世界舞台中心 香港回來了 不僅止去舞台 還要在舞台上 中心 被恥笑的中心 你以為 那個人說動篤笑 他說的很好笑嗎 看到人在那裡笑 是恥笑你 是因為你賊 才是大家圍著恥笑你 你被恥笑的中心 你是馬戲班的小丑 什麼馬戲班都不是 馬戲班的小丑 叫做哄人笑 這不是哄人笑 是被人笑 是這樣的 是嗎 剛才那些叫做什麼毛 什麼 楊世毛 楊世毛就是這些 專門搞到 這麼刻薄 當然我們有另一個估算 前幾個星期 我們都在說 那些運動event 都有人說起 就是懂得搞event的人 已經過了來英國 剩下那些青黃不哲 黑博老闆叫你做什麼 那些人不懂得收拾衣服 就跟他們做 就糟糕了 嗯 好了 暖 那就是 那就是 整家人不再去